歌手车祸现场 岳游恒对李健做了什么 居然哭了当看到李健的著唱嘉宾 是岳游恒时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奖相声的岳游恒吗 搭配音乐诗人 突然有点明白波罗蘸酱油 是什么味道了 果然第一次听见李健演唱的车祸现场 原本的画风应该是这样 然后画风突变 他们组团奖相声 至于歌声更是惨不忍睹 开口会 唱得很有小月月的风格 附上其他歌手和李健的反应 想笑 但必须忍着李健也是无 法力指的笑了 这歌真的没法唱了 其实 小月月接到邀请 一直都很紧张 听声音就能听出嗓子是紧绷的 一唱下来紧张的都要哭了 只能说歌手真的不容易 但是就算节目组为了效果 也不用牺牲李健吧 毕竟是总决赛 最后真的想说 小月月 还是五环之歌 比较适合你 白白和招调事业全会 王老丹 这几天都是笑醒的吧 继马戎事件后 中国人民终于又迎来了 现象级八卦头条 白白和把玩笑鲜肉 网友吐槽 马戎与白白和组合变成白戎马 走上了取经之路 想必白白和一定感觉 自己过了假的一天 其内心的忐忑指数不言而喻 昨天卓尾爆料的是 青戳鲜肉生殖器 今天爆料街头调情柔吞沙 明天会不会缠缠绵绵啪啪啪呢 白白和出轨事件不紧 震惊了娱乐圈 更是解锁了不少网友 对于包养小鲜肉的正确姿势 哎呦呦 这画面如果换作是普通情侣 绝对羡煞旁人 可偏偏女主是当红女演员 白白和 男主是曾经殴打过网红的张爱鹏 这时不明真相的网友要发问了 张爱鹏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知道答案的网友称他是专门陪 已婚妇女出国游玩的 通俗点说就是牙 虽然小编也不是很懂这一套黑话 但知道这牙并不是用来吃的 张爱鹏的前网红女友还爆料称 自己曾被他殴打到胸部变形 几乎爆炸 填充的是硅胶还是液化器啊 更在事件被爆出来后 发微博人线似有天收 只有白白和杀了把鸡上钩了 爆料的周围秉承着自己一贯的新闻理想 Q到了王洛丹 春天来了是怎么回事 交配的季节又到来了吗 非也 而是在4月12号12点的爆料后 王洛丹发布的一条朋友圈 可王洛丹在NZ上却说无表达欲 内心真实的想法也不言而喻了吧 王洛丹与白白和壮林这事 全国人民应该都知道了 壮戏录 壮作品 什么事情都能壮 炒作也是一波接一波 两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也是招然若接 这次白白和贝洛家神坛 人设彻底崩塌 王洛丹确实迎来了自己的出头之日 再也不会在街边现场的时候 被认成是白白和了 不过 白白和与陈宇芳到底离婚了吗 如果离婚了 那白白和只能算是完 设计不到出轨层面 卓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据他了解目前两人还没有离婚 消息来源是陈宇芳的一个朋友 不认输的名偵探赵武 则爆料称两人已经写 一离婚了 爱马 这不只是一场八卦爆料 更是两大狗仔之间的对焦啊 谁的消息更可靠 谁的爆料更精准 谁就会迎额观众与名利 就在11号外科风云的发布会上 白白和甜蜜的称赞陈宇芳 我们家陈老师是个艺术家 比较安静 喜欢窝在工作室里 前脚秀了恩爱 后脚就被自己光光打脸 游记得陈宇芳与白白和结婚时 没买钻戒 是在首相闻的 约定离婚就断旨 小编想想都觉得可怕 新唐文深诗 白白和出轨新闻做事后 对于事业的影响不可估量 本来这周要参加 我是歌手的邦邦唱 结果因为此事 已经被换成了杨宗伟 张碧晨今天也发微博 我表示自己是吃瓜群众 不说别人的事 外科风云没有受到 白白和出轨的影响 正午阳光烧香庆祝 最惨的就是卓妖剧二了 在拍第一部时 银壳震动吸毒 剧组被迫换脚 投资成本追加了2.5亿 估计现在导演和制片 知道白白 合得试后 肯定会哭晕在厕所 感叹自己命运的悲惨 小编友情提示 没有白白和 还有王若丹啊 改个名字一样 我 我 感谢您的试图 杳并稳 带你 最后 请 specified 感谢观看